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感谢谈尼老师 感谢主办方Permadal还有灯电社区 还有雄伟老师要请我来搞分享 然后今天应该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跟一大群人介绍Body 然后以后应该也会有很多次 可能内容跟今天都会大同小异差不多的 然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之前我其实听Sam Williams讲过很多次 然后最早是2021年 后来每年他去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博客 他都会重复的讲他那些东西 然后我之前都就 之前我就感觉就像 这个就很像一个 就是那个脱口秀 他得不停的重复的讲同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然后直到后来去年 去年我跟李扬他们 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小活动 我们有一个聚会 然后聚会上我不小心说了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那个Rwave 然后当时有一个哥们 那哥们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蛮资深的从业者 然后他第一反应就是很诧异 他说Rwave不是那个好几年前的骗局吗 然后我就彻底震惊了 我说啊 然后他说 他说他其实之前就知道Rwave 但是因为一听说那个东西 是把东西 是把文件永久的存储 所以他就默认那个东西不靠谱 所以就一直默认那是一个骗局 然后就这个事情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知道就是 就是连Rwave这样的项目 他都能够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个 就在一些人脑海里留下一个偏见 就留下一个骗局的印象 就是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项目来说 那就被人当做什么骗局 什么垃圾 这个实在是太正常了 所以最终还是 不管是以太坊啊 比特币啊 还是Rwave 还是Bowley啊 其实可能最后都不得不去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去很可能你重复的 还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到了很多年以后 终于有一些人 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人 开始明白你到底在说 在说一个什么东西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就因为所有东西都太新了 OK 先随便扯了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今天的分享 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 在Bowley Space里面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发在那个Space里 然后我看到之后 我后面会再把它收到那个问题里面 好吧 今天的内容主要是四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去探讨一下他菩提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给一个菩提的解决方案 然后再聊一下他上面可以做一些什么 最后我们尽量多留一些时间来给大家提问 或者是我们可以闲聊一些东西 然后这里的篇幅比较多的应该是问题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有必要提一句 因为这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去用区块链 去用这个crypto作为一个工具来去解决一些 来去做一个协议 或者是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他这里面的关键并不是crypto本身 这里面的关键一定是在问题上面的 而crypto它只是一个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去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重点并不是你对crypto本身要有多少了解 关键是你得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反正后面一些东西我就省略了 然后我就直接开始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是有边界的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可以说是无限的一个行业里面 它的规模它的价值都是无限的 然后这个行业在哪里 它不是在外太空 它也不是在美国或者是中国 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 这个其实就是内容产业的本质 但是说是这么说 但其实内容产业现在的规模 或者说它在商业上面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怎么翻下一页 这张图是财富杂志每年会平的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 也就是世界上最赚钱规模最大的公司 那这个里面有多少是做内容的公司 很少 总共只有四家 迪士尼 Netflix 还有帕拉蒙电影 还有动视暴雪 总共只有四家 而且动视暴雪只有在17年上过上过这个榜 所有的游戏都没有上过这个榜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奇怪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右边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 其实占据了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喜怒哀乐 其实都是右边这些东西给的 左边这些东西 它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吃两碗饭 它不会给你两倍的快乐 而右边这些 它所能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无限的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情况 商业上的情况 却是它右边 它只是左边这个的零头 原因是右边这个产业 它有很多问题尚未被解决 如果这些问题 如果这些关键问题它被解决了 他们的这个规模的比例 很可能会是颠过来的 那右边这个产业 影视也好 视频也好 音乐也好 或者是小说 故事 或者是游戏 这些产业我们统称为 我们就可以把它统称为内容产业 然后这个内容产业 它主要问题是什么 它的核心问题只有两个 就如果你试图去构建一个理想的内容系统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面核心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 是你创造一个内容之后 它怎么的就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上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分发 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生产了这个内容之后 你为世界创造了一些价值 然后从这些价值当中 你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可观的一部分 这个叫做激励 有了这个激励之后 你才会去不断的去生产更多更好的内容 所以分发和激励是一个理想的内容系统里面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然后分发这个问题 然后分发这个问题其实人们一直在试图解决它 有很多的公司 比如说通常是一些web2的公司 比如说Facebook 或者是我们的就是微信 培用圈或者是Instagram 这些它都是基于一个社会关系来进行分发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YouTube或者是TikTok 他们在用AI来去进行分发 然后他们的分发的手段也在不断的不断的改进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已经被解决得越来越好的 但是呢 激励这部分 现在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它是它的 我觉得它还是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 所谓的激励呢 就是你创造了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之后 你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回报 来使你去创造更多更高价值的东西 通常来说的话 我们在内容产业里面最常见的 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激励 就是说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内容之后 别人给你点赞 或者是有很多人观看 比如说你火了或者是怎么样 这种是一种社会性的激励 然后另外一类呢是经济性的激励 就是你能够用这个内容去赚钱 然后这也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最需要的东西 而也是最未被满足的事情 然后已有的这些激励手段 它都有些问题 比如说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上看那些B站也好 或者是YouTube的视频也好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内容 它其实都是通过赞助 或者是卖货的形式 来去获得收入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 它要求你不仅是一个 就是内容生产者 你还得是一个商人 这个是有门槛的 然后呢 而且你不光得是一个商人 你的内容决定了你的受众 而你的受众就决定了 你的价值是多少 所以不同的内容 他们可能创造 就不同的创作者 他们创造的内容 很可能就是 大家同样爱看 但是因为他们的受众不同 所以最终他们所获得的收入 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OK 这是赞助和卖货的问题 然后非常常见的 就是广告 然后这里面我要举一个 PonHub的例子 因为就是 我非常喜欢举Pon的例子 因为 因为成员产业的内容 它是非常简单的 它整个模型 以及就是 收入的方式 然后我们对它的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受 一个内容 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 然后呢 PonHub 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PonHub上面 如果你创造了一个内容 人们播放1000次 他给你这个创作者 带来的收入 只有0.6美元 也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好不容易 你创造了一个 你拍了一个很好的片 比如说有10万人看 就是贼受欢迎 他最后为你带来的收入 可能刚刚好够你一天的饭钱 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是广告收入 为什么PonHub的广告收入这么低 原因是因为 很简单 就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成人网站上投放广告 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那些广告 比如说汽车 或者是化妆品 或者是珠宝 他们是不太 他们是不可能在一个成人网站上面去投放广告的 这背后的意思 也就是说 广告 它是会筛选内容的 广告是会筛选内容 筛选受众的 所以这也是广告的问题 最后一种 也是很多人认为比广告更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订阅制 就是你付了费才可以看 就是我还是举成人产业的例子 就是 OnlyFans 你知道在OnlyFans上面 就是大概在1718年的时候 当时OnlyFans很火 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 创作者 他都 他都从Pornhub转移到了OnlyFans 因为 因为在OnlyFans上面 比如说你有一个粉丝 他每个月 比如说他通常情况可能是 一个月9.9美金 然后 9.9美金 或者是19.9美金 然后 你可能你只要有一个100个粉丝 那你每个月的收入就会非常可观 就是 它是远高于Pornhub的 所以那段时间 就是很多人 他 他把自己的主要的平台 就放在了OnlyFans上面 然后Pornhub 他只是放一些 广告或者是一些片段 然后来去 就是作为一个引流的作用 那很多人就觉得这种订阅值 包括那个Substack也是 然后很多人觉得这种订阅值 它就是一种终极的方案 已经很好很好了 但其实 其实它依然是有问题的 然后理解OnlyFans和Substack的问题 是理解内容问题的关键 他们有个什么问题 就我们来看Pornhub 你可以看到 如果比如说 比如说你创造了一个内容 它有10万个观众看 这个大的圆圈 是你所为世界创造的所有的价值 就是对这10万观众来讲 每一个人 你或多或少 你都有创造一些价值 然后呢 但问题就在于 你从这些价值当中 你能获得的部分 是极少的 一部分 而OnlyFans 则下来相反 你可能只有一百个观众 你创造价值也不多 但是你能获得很大的一个比例 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创作者所获得的 最终的这个收入 它的绝对值 它要显著的高于前者 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就是一个是大蛋糕 一个是你创造了很大的蛋糕 然后你获得了一个很小的比例 另外一个 是你获得了很大的比例 但是你的整个蛋糕变得很小 你为世界创造的价值 严重的缩水了 所以它一定不是最终的方案 我们最理想的方案 一定是一个 首先你得为世界 依旧创造一个足够大的价值 然后你自己从中获得的是 一个合理的比例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最终 所要寻求的一个方案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这么多 就是内容的激励方案 就他们 他们为什么这么难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环节 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困难 我们需要继续的去深入理解这个 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 这个同学说什么 等待会我讲完之后 我再统一地回答大家问题吧 这个问题就在于 在我们传统的信息系统里面 在我们传统的经济系统里面 一个东西 它不可以被卖两次 比如说 这张情况下 我们在交易一个实体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图上 我们在买卖一个苹果 这个卖家 他少了一个苹果 但是他可以多拿到一块钱 而这个买家 他少了一块钱 但是多拿了一个苹果 这个非常make sense 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的交易的一个形式 但是如果这个苹果 它变成了一种信息 变成了一个内容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对于信息来说 它的复制成本是零 它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东西 然后当我们去用一个 无限的成本为零的东西 去换取一个有限的 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里面其实是有bug的 这个是许许多多 其他问题的根源 就为什么我们会有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些 为什么会有大阪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 比如说这个激励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 前面说的那个蛋糕缩水的问题 是最终的根源都在这里 就我们的这个经济系统 它并不是为编辑成本 为零的商品设计的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们传统的经济系统里面 你唯一的经济行为 只有购买 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 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创造 一种购买以外的形式 来去 就我们专门的为 一个编辑成本为零的东西 去设计一种新的经济行为 它是一种不同于购买的行为 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情在传统的经济系统里面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因为你所能利用的工具 就是太少了 你没有这个设计的空间 你唯一有的就是一个货币 但是你可能你只能进行购买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主要的差别就在于 我们现在有了crypto 我们有了区块链 我们的这个问题的解的空间 一下子被拓展了很大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设计 我们可以去设计 我们如何去发行一个资产 我们如何去交互一个资产 我们要有哪些权限 或者是我们要如何给它去定价 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变得 可以被设计了 所以这就使得我们 有了新的机会 去对前面这个很困难的问题 重新去考虑它 重新去思考它的解决方案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回过头来 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 所以Body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crypto的角度 我们能不能去 在一个很基本的层面 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然后使得后续的所有的应用 都可以不用去再 不需要每个应用 都去重复的解决一遍这个问题 大家直接在这个协议之上 来去构建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最初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概括起来 其实很简单 就是激励有价值的内容 这个问题可以被分成两个字问题 首先如何识别价值 然后如何激励它 关于第一个问题 如何识别内容的价值 我们会发现同一个内容 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 他们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不一样 可能同一个视频 一个人觉得很好 但另外一个人觉得很烂 他换了一个视频之后 同一个人 就第一个人 他会觉得很烂 另外一个人又会觉得很好 所以它是一种 内容的价值 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然后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就比如说 比如说Elon Musk 他发了一个 他发了一个推特 就他经常会喜欢 发一些奇怪的推特 比如说这个推特 其实是他之前真的发过的 他发过一个就是 叫Dodge to the Moon 那你说这条内容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多少 是有没有价值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内容 它和它的形式的关联 是很小 因为如果你单纯看 这个单纯看它形式的话 它只有四个单词 所以对于有一些人来说 它只不过是一个 一句废话 只有四个单词 然后还有些人 他甚至会觉得 他这个是一个 他们可能观点更加负面 他们会觉得 你在叫大家去买一个空气币 你这个对公众是有害的 然后还有些人 他会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搞投资 或者投机的 他会觉得 这个信息 他帮我赚了很多钱 很好 然后或者是 他受了一些别的什么启发 他就觉得 这个很值钱 还有些人 他可能 或者是大部分的人 他可能单纯是觉得 这边有一个 就是很有钱的人 他每天会发一些 奇怪外的推特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非常有趣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同一个内容 无论它的形式是什么 就不同的人 所能接收到的价值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标准 去衡量这些东西 你唯一的标准 就是消费者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 就是内容的价值 和内容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能通过消费者来衡量 然后我们来看 那我们怎么去激励 激励这个内容 我们怎么去激励 这个有价值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 就是我们首先 可以排除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付费的观看 其实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他这个 来看他这个结构 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构建一个 内容的 就是激励系统的话 那他肯定会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内容 另外一个部分是经济机制 那如果既然我们是用区块链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这个经济机制 毫无疑问 是跑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的 然后他应该也是一个 应该就是一个合约 然后他会永久的运行 运行下去 那么与之对应的内容 他应该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可以放在 就是中文化的服务器里面 这个确实也是很多的 很多现在你看 你们看到的很多的知名的 一些项目的做法 然后但是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在中文化服务器里面 放内容的话 首先这个中文化服务器 如果挂了 你的内容就挂了 你的内容就访问不到了 然后这就会使得这些 与他关联的经济机制 也会同样受影响 或者是这个中文化服务器 选择把你的内容删了 那么同样的 你的经济机制 他也会受影响 这就很像是比如说 这很像是你买了一个股票 结果这个股票的公司 他随时都可以跑路 随时都可以消失 那他这个股票 他的这个价值 肯定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可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内容放在一个 和经济机制 和经济机制同样可以持续访问的地方 就目前来看 也就是链上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很可能内容 他只能放在链上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放在RWave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可能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些人 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会问 这个内容 他能不能加密 我能不能通过加密的方式 使得给这个内容增加一个门槛 给这个内容增加一个 就是一种许可的机制 然后使得他 对吧 就是可以完成某种 就是付费观看的这样一种机制 但是这个的问题就在于 你为内容加密之后 你得为他去解密 解密的过程在哪里进行 通常情况下 解密过程是在中文化服务器进行的 如果你在中文化服务器里面 去为一个内容解密的话 他跟你直接把它托管在 直接把它托管在中文化服务器里面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为你的服务器一旦挂了 你的这个内容也就挂了 然后如果 然后你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链上 用一些链上的机制去为他进行解密 但是一旦你通过链上的机制 为他进行解密的话 它实际上本质上 它又变成公开的了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加密也是一个不可行的手段 最后无论你怎么做 你会发现你的内容 它必须得是公开的 可以持续访问的 也就是说付费观看 其实从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内容部署在 RWave上面 我觉得RWave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适应 适应这个场景 然后今天这么做的项目 其实是是很少的 然后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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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还有那个Mirror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NFT之外 其实真正把内容部署在RWave上面的项目 其实是是很少的 但是这一点 就我今天所讲的 这这这一些东西 我觉得在两年或者三年以后 我觉得它应该会变成一个全行业的共识 OK 然后 但是如果我们把内容放在链上的话 它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 就是它会有些非常神奇的特点 就是它就是完全公开的了 也就是说首先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 就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去看它 然后 一个人他可以随便去消费这些内容 他消费的再多 别人也同样可以去消费 这两个特点 他们刚好是有一个对应的名词的 一个第一个叫做非排他性 第二个叫做非竞争性 这两个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它刚好构成了公共物品的定义 公共物品的定义就是一个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随便怎么用 你都不会影响别人用 然后你也不会 你也无法阻止别人去用这个东西 很典型的公共物品就比如说 比如说国防 比如说空气环境 水流 还有知识 还有开源代码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 那就是 公共物品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去访问这个公共物品 就是他们他们他们就是他们也不需要花钱 他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些东西 所以公物品自古以来的一个困难就在于 他很难去募资 就他们也是需要花钱的 但是呢 因为因为人们不花钱也能用 就使得他的募资变得非常困难 然后这个俗称俗称搭便车问题 那么 所以 大部分的情况下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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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可能还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的手段来去解决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 公共物品他只能通过捐赠的方式来去解决 嗯 那个谁啊 那个谁 那个那个Vitalik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 就他一直在探讨 呃 就是公共物品的问题 然后包括之前他和那个 他和那个谁 他那个 那个那个 有一个叫格伦伟尔的哥们 他们一起提出了那个一种一种一种方式 叫做平方募资法 就那个东西 他实际上是一种 嗯 就是 就是有了有了一笔捐赠之后 我们来去投票 来去投票决定这个这个钱该怎么分 然后他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去提高了这个分配的效率 但是那个问题 他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 就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他就他只他实际上是一种改进过后的一种配捐制度 就他他还是一种捐赠制度 只不过他提升了这个捐赠的效率 对 而Boli Boli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Boli其实是一个很科幻的项目 就他就Boli试图从根本上的去解决供物品物资问题 OK 好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来介绍这个这个Boli的方案 Boli呢他的方案其实说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他他非常非常简单他其实就是把每条内容都变成一家公司 然后你作为这个公司的呃 就是作者作为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他会获得一个早期的原始的就是股份 他是免费的 然后他后续呢就跟公司就跟公司有投资人一样 后续内容也可以有投资者 然后他们随着随着人们的买入 他这个股价会不断的升高 然后股价就是他的那个股份会被不断的增发出去 然后当然有人卖出的时候 他的他的股价会下降 然后呢这个整个曲线是在呃 是在合约里面就是固定的 然后呃 作者的收入呢其实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他的这个他他会拥有一个原始的股份 这个股份本身是会增值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交易的手续费 然后在说就是在任何人交易的时候 他都会获得一个5%的一个一个手续费 啊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就是就是价格的曲线的算法 我会在后面会单独有一个章节来讲 稍等我一下啊 对所以所以其实玻璃的这个方案呢 他其实其实说白了 他其实就是把内容 把一个RVU上的内容 变成了一种可投机性的资产 啊 通过把内容变成一种投机性的资产 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介于投资和捐赠之间的行为 然后用它来代替购买 这个是这个是玻璃在干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其实在传统金融当中是完全无法完成的 这个就是这个是玻璃的整体的一个方案 然后就是这个方案是其实说实话是非常奇怪的 我觉得人们第一个问题就会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方案为什么会work 比如说人们到底在买什么呢 既然这个东西我原本就可以看 我为什么要去交易它呢 就是我买的人他到底在买什么呢 卖的人在卖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也困扰着我 其实玻璃的整个方案包括它的原型 其实在二二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已经做完了 它的二二年底的时候 它的原型就就已经可以可以用了 但是呢我当时就一直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 就是我一直没想明白 就是没想明白就是他为什么会work 然后我总觉得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一半的那个方案 就是他就他只做了一半 就我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后来的人他为什么要去接这个盘 后来的人他为什么要去花钱买这个东西 我总觉得这个好像说不过去 然后所以呢我一直试图为他找到一些非常就是实在的理由 或者是我一直想要给用户一些东西 让他买到一些东西 然后来好让这个方案变得完整 然后呢可能就是去年二三年整个上半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都在去琢磨这个问题我当时看了很多书 看了很多我把我把之前的那些教材啊什么经济学啊 就是信息论啊还有还有什么东西的 就就就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就我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都没有 然后真的真正的这个进展来自于哪呢 说了有点好笑 就是来自于spiritual 我在去年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当时三四五月份嘛 那会儿我那会儿我在那会儿我待在大理 然后因为前面说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然后就是也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所以我也很无奈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就在在大理和朋友玩 然后也没怎么也没怎么工作 然后大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去那边的人呢 或者是大家讨论的东西 或者是那边你看到的书啊 或者是任何东西 他其实都是非常spiritual的 然后我居然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 我今天那段时间就是 我生活当中所有东西 它全部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 就是所有东西都指向了就是 我们人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脑袋里面 然后当我意识到了这点之后 我突然间我突然间我理解了比特币 我突然理解了比特币为什么牛逼 因为你知道对于传统金融的人来讲 就是比特币是一个没有和任何东西挂钩的资产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无根之母 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所以传统金融那些很理性的人 他会下意识的他就会否定这个东西 他会他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是不靠谱 这样的东西是空气 这样的东西他注定归零 但是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 这就是比特币牛逼的地方 因为它不和任何东西挂钩 所以它会永远存在 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面 正是因为它只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面 才使得它永远都不会消亡 才使得它永远都是有价值的 然后就当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然后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们自己在做的东西 这人们到底在交易什么 我意识到我找错方向了 现在这张图是我在去年4月30号那天画的 因为那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画了这张图 就是我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我找错方向了 我也意识到为什么人类这么几千年来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去没有能解决公共物品募资问题 是因为人们找错方向了 就人啊下意识的他会他他会往这个时的方向去找 是我们会下意识的去还是会掉进那个购买行为的 就那个就那个思路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人付了钱之后总应该获得点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在往这个方向找找找找找找找 然后当我意识到刚才那些东西之后 我突然间顿悟了 整个方向都找错了 全人类全人类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的方向全部都错了 包括我自己 我应该去往另外一个方向找 我应该往虚的那个方向找 人们买的或者是人们 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关于什么 它应该是关于某种只存在于人们脑海这种东西 它就应该是一个无根之木 它就是应该是一个纯虚的东西 无根之木的东西才是最屌的 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就是可能最终的答案 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很可能这个地方已经很接近真相了 所以那天我非常非常激动 鸡皮饿打掉了一地 然后我当时还给李扬给孟悠比 他们都发了发了这个发了发了这个这个图 然后那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虚的那头的 什么东西是虚的那头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虚的东西非常长 有一些东西非常常见 很典型的 ponzy mean 就这些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最常见的东西 其实其实其实他们都是很虚的 他们都是只存在于人们脑海里的 都是都是看不见摸摸不着的 但同时他们 他们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最被人们忽视的东西 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ponzy 每一个人都知道敏 但是呢没有人把他们这些东西当做一个正经东西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员或者学者会把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解决很多真正的社会问题 没有 但是呢我突然发现其实他们他们其实蕴含着很大的潜力很大的能量去解决我们社会当中一些真实的问题 因为就为什么因为因为ponzy也好命也好他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当中 但是对人的驱动力是极大的 所以有了区块链之后你其实能够 你可能可以利用它来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可能现在boli是其中之一 但很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所以我预计啊 我预计就是你知道就是ponzy也好命运也好 就是我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基本上看了所有你们在网上找到的这些东西的资料 是非常非常少的 极少极少 但是我预计 我预计在未来十年对于这两个东西的研究会变得非常常见 会变得非常多 呃行 然后前面 对呃反正就是就说到这里 就是其实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boli前面我说的这种方案 它不是半个方案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方案了 因为人们在交易的就是这个mean 而它本身又是一个ponzy 所以整个方案它其实是其实是完整的 不存在我我说的这个问题 ok 行然后 然后后面我们直接来讲它这个价格曲线吧 我本来我本来写了这个就是技术结构的这部分 但我觉得时间上可能可能会有点浪费 哦时间上没关系 没关系啊 嗯 行行行行行 那我那我再把技术结构方面也讲一下吧 到底的整个结构其实非常简单 用户首先把内容存在iwale上之后 他会获得一个iwale的ID 然后他把这个iwale的ID放在boli里面 他就可以生成一个boli的asset 然后有了这个asset之后 就是这个asset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所创你的这个内容所代表的这个小公司 然后其他的所有人可以可以用钱去交易这个asset 这就是boli的整个过程 那boli这个东西就它具体是什么 它具体其实只是一个运行在一个就是optimism上面的一个智能合约 那个optimism是以太坊的一个layer2 然后boli其实总共只有10 总共只有100行去掉空行之后 然后它非常简单 它的主要的它主要部分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内容的资产的信息 就是会有一个叫做asset的结构 然后里面包含了就是你们会看到 比如说boli它就是零号资产 然后它就是它的ID 然后它会有一个iwale的ID iwale的ID是关联了是它的代表的内容 所以人们就是你在boli上所看到的每一条内容 它都是由一个iwale的ID来去找到的 来去呈现的这个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作者creator的address 是它在以太坊上的地址 然后这些信息你在boli的前端上面 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你在任何一条内容 你点右上角那个info 那个按钮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ID 它的creator 它的那个iwale的ID 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接口 它接口其实非常简单 整个boli合约其实只有四个接口 或者说它只有四种操作 一个是创建内容 移除内容 然后买入内容卖出内容 总共只有四种操作 然后在我们的前端 其实也就对应了四个按钮 所以这就是boli这个合约里面的 几乎是全部内容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它这里面省略了一部分 就是关于它的价格是如何被计算的 然后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来看这个价格曲线 这个价格曲线是一个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有很有意思的话题 价格曲线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 先来讲一个小故事 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就是 这个故事可能熟悉DeFi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但是我觉得RU社区的朋友可能应该是不太熟悉 还有很多道理的朋友应该都是不太熟悉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最早做AMM的是谁 是哪个项目 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通常都是 都是Uniswap 因为它的这个AMM就是XY.K 是一个恒定成绩公式 就两个资产的 他们的储量相成是一个恒定的成绩 对吧 然后 但是Uniswap并不是第一个做AMM的 第一个做AMM的叫做Banker 然后并且它用的曲线也是跟Uniswap不一样的 Banker是 其实早在2017年就开始做这个AMM了 而他们用的是一种叫做Bonding Curve的曲线 其实说白了 其实跟这个菩提用的曲线是一样的 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他们这个算法要更加 菩提实际是一种简化了以后的Bonding Curve 而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呢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Banker从17年 17年就开始做这个AMM 然后呢 但是我们今天 Uniswap是在18年底的时候才出来的 18年下旬的时候才出来的 为什么Banker这么早做AMM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的却是Uniswap 这个事情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然后大家看的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有些人可能会从这个金融的角度 或者觉得他的比如说他这边的交易的效率怎么样啊 或者是他这个曲线用的不对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角度 我有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看法 就是你要理解Banker为什么不行 你首先要理解Uniswap为什么行 就是Uniswap它到底解决了谁的需求 你知道在Uniswap出现之前 在当时1718年当时就是在那个ICU浪潮的时候 出现了大量的这种空气币 山寨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小币种 那这些小币种 它是没有地方交易的 当时如果你的一个代币想要被交易的话 通常情况下你需要去一个中心化交易所上币 然后你需要付昂贵的可能是上千万的这种上币费 然后你的然后你能不能去上 还得取决于那个交易所愿不愿意 让你通常情况下你这个就是他很多山寨币 他可能是不上的 所以这就使得市场上其实存在大量的这种小币种 他们是没有地方进行交易的 然后Uniswap恰恰是解决了这帮人的需求 这帮人的需求 在Uniswap上你随便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代币 你随便你的来历是哪里 你只要发出一笔交易 你就能够创建一个Pull 你就创建能够创建一个交易交易对 然后人们就可以去去进行交易了 这个恰恰是Banker没有做到的地方 你知道Banker他他他虽然是一个 虽然是他虽然他也是一个协议 他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去中化交易交易所 然后他也是一个ANM 但是他不是Permissionless的 你在Banker上面你要上币的话 你当时你得填写一张很长的表格 就是你得填一张申请表 申请我这个币要怎么怎么上币 然后他得经过他们团队的许可 然后你才能够上币 然后所以当时很多的项目 他其实他是没有办法上的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做了一个 你做了一个DEX 但是你却不是Permissionless的 然后他就恰好没有解决 UNISWAP需要去解决的 就是他他恰好没有解决 UNISWAP解决的那些那些需求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Banker 后来没有 没有没有那个 不如UNISWAP的关键 对讲这个事情就是 我就是想说 就是这个是Permissionless 还是很重要 因为 因为你无论什么样的运营 其实都很难去 去很难去敌过一个 一个环境 一个生态里面自然的生长 就这个 这个说 这个说看来就很复杂了 行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Boli自己的曲线 Boli其实和Banker的那个曲线是很像的 但是他是已经经过简化了 Banker那个里面 他是靠一些叫做reserve ratio的东西来去生成的一个曲线 但是我们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Y等于X的平方 它其实就是个平方曲线 然后再乘上一个常数 你就这样 那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曲线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有很多人的反应 跟我早期对它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 这个曲线 你会发现这个曲线在Sply比较高的时候 在发行量比较高的时候 它是非常陡峭的 然后呢 陡峭的问题是什么 陡峭的问题就是你无论什么样去交易 它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滑点 就是你 你就 哪怕你这个内容很火 它的Sply很高 但是呢 它的流动性特别好 但是呢 但是呢 你的一个一定量的交易 它依然会引起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价格的不小的波动 然后呢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自己包括就是 我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在试图去改进这个曲线 我就在想能不能 能不能像Uniswap一样 Uniswap是XY等于K之后 它的K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然后就使得人 就使得人们可以为它进行做事 它是一个 通过人们做事之后呢 它其实在同一个点上 大家就是 它的这个流动性 它是可以增加的 然后我当时就一直试图去做这方面的改进 然后改进来改进去呢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发现最后发现就是 最后发现无论我怎么改 都会让这个曲线变得非常复杂 然后这个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 就是我希望它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然后所以最后 最后上 最后去年底上线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曲线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曲线 然后结果 结果上线之后我才发现 就是 这特别好笑 就是Nobody cares 没有人care 你这个曲线到底是什么 就你知道就是大家就是疯狂的吵吵吵吵吵 然后就是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你这个曲线是什么 然后呢 原本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就是原本我觉得它这个价格波动 会是一个问题 它会造成后来人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但是结果事实情况是 因为它的价格波动很剧烈 就它反而变成了人们买它的原因 就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 就我买它就是因为它涨啊 就它它可能连这个公式它都它都不知道 它就看到之后 我买了之后涨 它就非常非常开心啊 然后 我发现大部分的人 他他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所原本预期的这种 对大家造成的这种困扰 结果就是不存在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其实我在担心一个 就是后来证明 其实不存在的问题 然后呢 包括后来 后来有很多人 至少有三个吧 就是从12月玻璃发了之后 然后后来至少有三个人找我聊过 就关于这个曲线的改进的问题 然后呢 但是我现在的观点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曲线很可能 你无法将它改进的更好了 因为 你这个道理就跟 这个道理就跟你无法通过 XY等于K 来去改进Uniswap是一样的 就是 就我觉得Uniswap 那个谁 那个那个 Hayden Adams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小的 小小鸡贼 就是 他自己其实非常清楚 你无法通过X 你无法通过改进Uniswap的曲线 来去改进这个AMM 他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 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其他其他人 直到可能到很多年以后去年 他才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然后中间你知道就是 在上个周期的时候 有很多的项目 他都是 试图去改进XY等于K这条曲线 来说 来作为噱头来说 我们去解决了Uniswap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AMM 其实 不会的 就是 XY等于K 是一个很简单的曲线 然后对于一个新事物来讲 这对于 你DeFi里面的任何东西 它都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你更不用说你 更不用说18年式的AMM 就是 对于一个新的东西来讲 你的简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个东西弄复杂了以后 它原本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它又非常复杂 那你很难让大家去接受它 所以包括 BOLI的这个曲线 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 BOLI都会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你把这个曲线复杂化以后 是不利于大众去接受它的 然后你所能为大家所能提供的 你通过修改它这个曲线来 为大家提供价值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 就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很长一段时间 你都无法通过修改这个曲线来去改进它 OK 所以对 所以我有一个结论 就是 你具体用哪种曲线 或者怎么样 它就是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重要 但是另外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另外一点我要说就是价格曲线 本身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个恰恰又是别人很多人 他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自从17年的banker之后 有很多的项目 有好几个项目 其实就使用过binding curve 这样的一种曲线 比如说 有一个很有名的项目叫bit cloud 后来 后来那个叫什么 friend tech friend tech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就是bit cloud bit cloud 当时就是 他 他把很多推特上面的这些KOL 就放在了这个上面 让人们去供人们去进行一个交易 他交易的价格就是靠这个binding curve 就是一个平方 就是y等于x平方 这样的一个曲线来去对他进行交易 就跟后来的friend tech 其实是非常非常像 所以所以那个friend tech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他是 是那个bit cloud 然后包括一个是bit cloud 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有比如说像 那个以太坊的swain 还有像那个eos的那个内存拍卖 还有什么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全部都黄了 就所有用过binding curve的项目几乎都黄了 就使得然后 然后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我去年在研究这个玩意儿的时候呢 我当时去查了很多资料 我为了去改进这个曲线 我就查了很多binding curve的资料 我就发现你很难找到2018年以后的关于binding curve的资料 2018年以后已经没有人写binding curve的东西了 在2017 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binding curve还有很多人去研究它 在18年以后就没有人去研究 因为用过这个东西的项目都黄了 然后所以我去年我还跟朋友聊起这个事情 我就有点忐忑 我说我们用这个binding curve 它会不会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肯定不靠谱的东西 我们用它会不会就是就还是不行了 然后但是现在我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很明显 就是很明显之前的很多 就无论是banker 还是一些什么那些之前的项目 他们使用binding curve的地方 并不是最适合它的地方 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你在uniswap上 uniswap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uniswap非常 或者我们先从中心化交易所讲起 就是订单铺的中心化交易所 它非常适合那些流动性很大的主流代币 就是你无论发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就是你无论是哪种主流代币 你在中心化交易所上 你都可以很快的进行买卖 对吧 然后呢 uniswap上面它对于那些就是可能就是 规模没有那么大的代币 可能比如说你哪怕一个代币 可能只有几万个holder 那在uniswap上 大家也可以进行很好的 就是很容易的去进行交易 就是为这个阶段的人 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流动性 但是你在bally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中 如果你的资产数量 你不是说这资产种类 资产种类比如说uniswap上 可能是几千几万种资产 听起来已经很多了 但是bally的这个场景里面 因为每一个人创建的每一个内容 它都是一种独立的资产 所以它的资产数量很可能 它的规模量级很可能是 百万级到百亿级这个量级 如果你的这个地方有百亿种 或者百万种资产 然后每一种资产 它的愿意去交易它的人 可能大部分的资产 可能愿意去交易它的人 比如说只有两个三个人 你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你唯一的选择只有bally curve 你没有办法为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可能 比如说总共才十个人愿意买 或者十个人去交易这个东西 然后你不可能为这十个人 单独在uniswap上开一个池子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在这种非常长的长尾里面 bally curve或者说价格曲线 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它会使得 你会发现在bally上面 很多的东西可能就只有两三个人买 但是两三个人买 并不影响它的流动性 它是依然可以有很好的流动性 每个人都可以买 每个人都可以买 买了的人随时都可以卖出去 对 所以回过来 就是价格曲线很重要 因为它非常适合常委资产 特别是特别长的常委 特别是这种小 特别小的小规模的资产 尤其是bally这样的场景当中 然后包括前一阵子 那个叫什么 去年那个叫FranTech 它那也是一种很典型的常委资产 然后像这样的资产 以后会越来越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价格曲线是一种 被大家所低估的东西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价格曲线很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对 顺带一提 就是这个 这个跟那个NFT还不太一样 或者说NFT更惨一点 是你看NFT里面 NFT里面你的 你往往就只有买一些非常主流的NFT 比如说你买个什么punk 或者是买个什么body app 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些主流资产 它会 它的流动性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一些稍微冷门一点的NFT 就是因为NFT里面 你就是挂单 你就是你挂单 然后必须得有人接你这个单才行 所以NFT的流动 就是你的小 就是那些常委的NFT 小的NFT 它的流动性是很差很差的 所以我觉得很包括往后 还有很多的这些内容 内容类的东西 就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内容类的 一个经济模型的话 我觉得NFT很不好搞 不应该用NFT的 因为NFT的流动性太差了 行 那讲这个曲线讲到这边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后面还有什么 对对对 后面来讲一下应用 前面已经讲了boli的整个解决方案 然后boli 它其实是一个 其实boli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就是它 就单独boli本身它没有做任何的分发 它就像一个积木一样 最开始它全部都是散的 你在boli上发了一个内容之后 不会有任何人看到 它是一个光多图的内容 它只有一个ID 然后所以你的内容 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 或者是谁去消费它 完全取决于上层的应用 你的应用去怎么去组织下面的 下层的这些资产 然后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完全取决于你的上层应用 它是如何搭建 所以boli其实在设计之初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 去年年底发布的时候的那个boli 大家看到它仿佛是一个完整的app 但其实说实话 也就是那个东西在我看到 它只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协议的 是一个这个协议的浏览浏览器 它并不被设计为人们真正去使用这个协议的方式 所以在boli上面 你虽然现在可以去创造可以去创造一些东西 但你创造出来的东西默认是没有人会看到的 OK 然后对于对于因为因为这些资产 它的就是它的内容的形式 无论它是一个 是文字啊或者是文章啊或者是图片啊 视频啊还是什么样的或者或者是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游戏啊或者是一个应用啊 就这种这些形式它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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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r-wave的ID 所以所以它实际上为上层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组织的空间 应用不同的应用 其实可以把它把内容其实组织成完全不同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们web2的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twitter或者discord或者是steam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一些比如tiktok或者是gethub 它们的底层完全有可能是基于body的asset来做的 然后这样的话 你等于是你的应用在上层 其实你的应用或者是你的那个协议在上层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组织这些内容 把它组织成你这个应用所需要的形式 而它的底层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共享一个共同的一个layer 就跟ttpip一样或者就跟html一样 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工作在这个底层之上的 然后这个就是body被设计为被设计来就是工作的一种方式 然后然后我再要举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一种例子 首先这种结构已经很多人不理解了 我之前在22年 22年当时我在杭州跟两个朋友吃饭喝酒 然后他们当时就他们是他们是从web2 他们从web2的公司刚进入 刚进入crypto 然后他们之前在之前做了一个tiktok 印度版的tiktok 他们当时还获得了很多用户 然后后来来搞crypto 然后他们 然后我当时跟他们描述这样的一种应用结构的时候 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结构 因为他们无法想象 他们无法想象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抖音 或者你作为一个很大的app 就是它的底层居然是跟别人是共享的 因为在传统的领域里面 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你的 就是可以说是你可以说是你最大的秘密 就比如说你对于facebook来讲 上面的内容或者上面的用户关系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商业资产 所以他们很难想象这个东西 它居然是一个公用的东西 但是在crypto里面 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构上面做出来的东西 它会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特性 它会有一些非常神奇的网络效应 这个回头我们有机会可以在单独化时间讲 好然后现在只额外来讲一个关于就是内容审查的问题 刚刚我描述了一种就是上层的应用 它其实它会对内 对对底层的底层的这个asset 会重新进行一个组织 这个是我设计设计来人们去使用boli的一种方式 然后这种方式还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的每一个应用 它都需要去对内容去做大量的审查 然后它会比如说 比如说可能这个地方 它就不希望有任何的比如说色情内容出现 所以一旦你发了任何色情内容之后 它会立刻把你这个删掉 对吧 或者是这些色情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例子 那这个事情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就很像是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人 你作为一个人 你来到了这个 比如说来到了这个特别的店铺 但这个店铺它实际上是不欢迎你 不需要你的 于是它就把你给杀了 那这个它就把你给抹除了 那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 那么在boli的结构之上 其实对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处理 就是你底层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上层是对内容的重新组织 比如说你这个应用 如果你可以是 你可以是接受所有的内容 你也可以是只接受 就是比如说我会把色情内容给排除掉 对吧 或者是我把某一类其他内容给排除掉 这个完全取决于应用本身 但是它排除这些内容 它不是去删除这些内容 它只是对这些内容的组织进行了一个 只是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的组织 我觉得这种结构是会 是比现有的这种一个小花园的结构 其实是要合理很多的 OK 然后我看一下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是 后面是Q 后面是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我下午的时候 发帖子出来 其实已经收集到一些问题 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问题 如果没有新的问题 我就先回答已有的这些问题 我看一下刚刚那个聊天里面 大家发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靠46个聊天 我靠46个聊天 怎么这么多 OK 等一下这个问题我待会来看 我先我先把我下午看了几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先把你准备的那个 先 嗯 自己也可以准备一下 聊天你的那些 或者是待会你就是 看看有没有人直接愿意口述问题 然后再回答 如果要不就是聊天你就不看了 也可以 对对嗯 行刚刚下午 我看到有个人问了这个问题 这是在那个论坛 那个帖子下面回的 然后我把这个放在第一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 很好回答 这人问说 social fi应该偏重social 还是偏重fi怎么取舍 这是 我觉得 就我觉得不应该去给他标签 就当我们我就我就 当我们说出一个术语啊 就我们说说social fi这个术语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一种解决方案 而忽略了这个问题和用户本身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重点 其实是在问题本身上的 所以当你考虑问题本身的时候 我觉得脑袋里应该不会有 social fi这个说法 然后包括boli本身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social fi这个词 还是我发了boli之后 然后有人跟我讲说boli是一个social fi 对 然后还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 他说个人理解社交媒体核心 终究不是算法 是内容作为去中用化的平台 很难对内容进行管理和审查 你会设法导致内容的方向 或发起一个类似于工业的规则吗 你会看到内容本身的运营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发现我跟每当我跟别人去讲 就是boli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从一个传统的内容运营的角度来去问 因为他们会觉得 你如何确保上面的内容是好内容 不是坏内容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说实话那不是内容的 那不是boli的工作 就是boli它其实更像一个 它其实处在一个更底层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上层人们发一些什么 其实理论上不属于它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 就我之前去年 去年是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 八九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当时boli的早期的版本已经可以用了 然后当时是一个测试环境 然后那个测试环境是跑在我自己的一台机器上的 我自己机器上用了一个 那个什么hardy hat node 然后跑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小的链 然后让一些认识的朋友 少数几个朋友来过来试用一下 然后我一个朋友他也不太会用 然后他就稀里糊涂的就发了一些东西 发了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我看他发错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就想把这个内容给删掉 然后我就发现我删不掉 就你知道这个真的这种感受 就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开发者 你知道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你自己做了一个网站 然后他还在你自己的电脑上运行 然后他还是测试环境 然后你会发现 你完全删不掉这上面的内容 这是我跟你讲 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 非常新鲜 非常神奇的体验 是绝大部分人 包括crypto里面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填过的体验 很有意思 然后你就会很强烈的感受到这种 这种内容 就是你会发现 就这个里面 你是真的会需要慢慢的去适应 一种新的心态 就是一种失控的心态 你不能想着去控制这上面的内容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已经脱离了你的控制 但这恰恰是他的魅力 或者是他的价值所在 然后对 然后顺带再说一个 然后刚好又说到内容审查的问题 我还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之前我记得什么时候 反正前几年 前几年那会儿就是讨论阿威伍的时候 那会儿呢 那会儿在Reddit上 我记得在Reddit上 有一个阿威伍社区有一个讨论 是有人在讨论说 阿威伍要如何就是 就是如何监管还是审核呀 还是审查呀 这个内容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不好的内容 那阿威伍他要怎么去把这些 就是内容搞掉 或者是他会怎么面对这些内容 我记得 反正我记得就是 反正我记得官方团队 好像没怎么去讨论这个东西 但是我对那个帖子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为那个帖子下面有人 有人回了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恐怖 他说 这个人提议说 提议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委员会 然后让这个委员会来去审查 阿威伍上面的所有内容 就不好的内容 大家就是投票 把这个东西给搞掉 为什么我说这个想法 这想法我跟你讲 听起来这种治理方式好像很合理 但我跟你讲 这种治理方式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它是绝对不可行的 因为如果它可行的话 你知道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什么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历史上 历史上 比如说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想到一些场景 比如说 比如说哥白尼 他说他提了一个 就是就是 比如说他他说了一个任性说 对吧 那主流观点肯定是跟他相悖的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就是肯定就是异端邪书 肯定就是对社会危害极大 那对吧 那你这个委员会肯定就投票把它给处死了 肯定就把它给处死或者是搞没了 所以这种委员会式的审查 绝对是不可行的 跟这个问题无关 但是我就刚刚想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行 我刚刚看 等一下稍等稍等 稍等我再 看一下大家发了些什么 对的 是对的 谁来定义内容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这是没有办法定义的 哎我就说到这里 我我我我又想到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知道这是 呃叫叫叫叫叫什么呢 去年12月份的 去年12月份就是玻璃发布之后啊 去年博力发布之后呢 然后有很多人在上面发了一些 呃稀奇古怪的东西 然后因为当时热度也很高嘛 然后就随便你发什么东西 然后尤其是你还是如果你是一个ql 的话你肯定会有很多人来买 会有很多人来交易 呃当时我有个朋友就是那个叫什么 他现在叫王王一石 改名了 然后他当时发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他他当时他把 额巴的包里这篇文章呢 他打印出来 然后他拿在手里面 又给这张打印出来的文章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就把这张照片发在了 发在了这个包里上面 然后就有点像行为艺术感觉 然后然后他就发在推特上面 然后就很多人就去买他这个东西 我记得他那个好像被炒到很高 炒到几百美金的一个sheer 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他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 就是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内容是好内容 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内容是好内容 你你你你没有办法判断 就是你说你说一个人把 打印船放在手上拍张照片 你觉得这个是是好是好内容还是坏内容呢 它是有价值的内容 还是没价值的内容 你你你你你最终你会发现 你没有任何办法去判断它 甚至于更搞笑的是 甚至于你会借助它的价格来去判断 你会反过来去借助它的价格 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内容 这个是最离谱的 就这个是一个就是 我很难用语言来去描述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但当时真的是这样一种感受 就是你就是你会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内容是不是一个好内容 那我来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吧 价格很高 那应该是个好内容 就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很神奇的 不是不是他自己抬价是因为那会 就那会随便你发一个内容 当时有有有好多人 哦对反正就说到这个 就现在再算再说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呃那我就这个界面 我就留在留在这里好了 呃再再讲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是当时boli发布之前呢 那要不要不我直接给你们看这个boli的界面吧 这些都在都在首页啊 直接看到boli好了 这个是boli 然后这篇文章现在的价格是1200美金左右 那实际是用ETH机架的 只是帮你换算了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对他进行交易 其实我记得这边应该有四五四五千比交易了 然后当时呢呃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原本发布这个boli之前啊 我会觉得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会出现在boli上面 我原本以为会有非常多的盗版的 比如说视频盗版视频盗版电影盗版的书 会出现在boli上面 然后实际我发布之后 我发现这一类的内容几乎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就非常神奇 就你们知道为什么 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上面没有盗版内容啊 这个事情 就是我当时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就发布完这个事情 发布完之后 就这个现象让我 我觉得我觉得是大大的加深了我对boli的理解 为什么上面没有盗版内容 这个同学说没人买吧 对的 对 这个同学说盗版内容很难成为吸引点 对 规模还是太小了 不是有效样子 我觉得当时规模是挺大的 当时 对 当时应该 当时你任何一个内容 其实都可能有 你就随便你发一坨屎 那天晚上 就是光 光几个小时吧 就是其实有 有上万条内容给创建出来 然后很多的内容 其实都获得了大量的效益 然后 为什么上面没有盗版内容 原因非常简单 是因为盗版内容 人们不会去买卖它 为什么人们不会买卖一个盗版内容 原因很简单 就好像你在一个社交网络上面 你会看到 比如说B站上面 你看到很多搬运的内容 你不会去给它打赏的 这是 这个道理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 Boli 人们所交易的那个mean 如果一旦 你的那个内容 它不是你自己生产的话 它那个mean 就消失了 它就不存在了 这又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发盗版内容 盗版内容在上面很难获得基地 所以 所以Boli这个平台 它看起来 它看似是一个纯粹开放的平台 看起来很容易 就是 特别特别适合发盗版 但是事实上盗版获得的基地却是最少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度反盗版的一个协议 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个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感觉这好像有个问题了 就是说 它尽管是 就是 如果按你所说的 它盗版是 就是别人不愿服务去买它 但是 盗版和正版之间 你就很难去去判断了 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它究竟是否是盗窃别人的呢 就是你这个原创性 你 你其实是很难保证的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你点了之后价格贵了 那个大家都会知道这内容和创作之间关系 如果说是这个到了某个价格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是盗版的 只要你在推特了 在哪个地方一宣传说是盗版 这个它的生运就下去了 就没再买它了 对 我知道 你们两个说 我知道这个这个机制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你从 其实好像和刚才你推出来的 这个人们不愿意去去为盗版付费 好像 就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强相关的关系 就就比方说你如果现在我刚发布了一个东西 就比方说我朋友刚写了一首歌 哎然后我觉得不错 然后我就把它发布上来了 那你怎么去界定它到底是盗版 还是说你原创了呢 是吧 就是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 就是很难受得清了 是这种应该应该不是谷底做的事情吧 就是比如说你上来声称自己是原创的 然后然后这个东西被炒到价格很高 OK这个时候你朋友知道了这件事 他肯定会来找你的 然后在在帖子上发一个声明 说哎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我原创的 不是他原创的 然后他重新开一个帖子 举举证出一大堆证据来告诉说 是我原创的 不是他原创 这个时候大家的共识 就会转移到那边去了 这个年传统的都没解决 那个歌曲唱的时候 唱别人的很常见嘛 所以说这个表述 对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我感觉这个表述 可能有些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协议 他其实是解决不了这个就是你到底是正版 还是盗版这个问题的 就这个 就活到那个问题 可能就是你如果 你就是你如果说他是就是这个 不提这个协议 他是可以解决这个就是盗版问题 我就是我感觉可能这样说法 可能不是特别就是特别的合理 OK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最搞笑的就是你们 你们三个人说的全部都是对的 这个是这个这个是最搞笑的一点 就是首先他这里面他是不去对他 就是他是没有你是没有办法判断他的内容 是不是一个他他原创的 但是为什么我说刚刚这个例子呢 是因为在12月份发布的时候 你能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看到哪些东西是转载 哪些东西是原创 就在就至少在那个时候 这个太明显了 就是因为转载的内容 他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因为就是那会儿没有人在玻璃上面 去专门去创作一个原创的 比如说很精致的好的 没有 如果你如果有人搬 搬过来一个 比如说谁是 你搬过来 你搬越来一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个东西是是谁做的 然后那会儿真正就是赚钱的 或者是被激励的是哪些东西的 是一些往往就是一句话 原本原本这个玻璃里面 原本有一个那个top的list 我现在把它给隐藏起来了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最赚钱的 恰恰是一些 比如说这个人说了一句话 或者那个人就是随便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是这些东西他反而是 这些东西你一看就是他本人发的 然后这些本人呢 刚好可能别人又认识他 然后所以其实往往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在当时其实是买的人很多的 然后当时你当时你看一个内容很精致 你就知道这个内容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他不是他做的 对 然后对 然后然后包括刚刚那个哥们说 呃这个工作不是Body的工作 这个也是对的 然后在如果啊 如果将来某一天他 比如说盗版本身他成为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盗版会成为问题 盗版只有在人们看不出来 他是个盗版的时候 他才会成为问题 如果人们知道他他是盗版 那那那那那他其实是很难获得很难获得就是呃 激励的 就比如说前面上面有个哥们说 Body的上面的这个这些成人 成人小图片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群组 叫有人起有人也不知道是谁做的 就叫Body Pond Hub 然后是然后有人在里面放了一些小图片 放上了一些就是成人小图片 这些图片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人买他 因为因为对吧 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转载的吧 嗯 然后我刚还想说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嗯 对就是当当如果有一天就是转载 或者盗版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就什么时候他会成为 就是就是这个人明明发了一个别人的东西 但是他搞得好像原创的 是他自己做的东西一样 然后来获得了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只有在这种情况他才成为一个问题 然后现在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未来如果发生这样事情之后 他一定会有对应的解决办法的 他也不会非常 他有他也他解决起来也不会非常困难 对 哎对了刚才路上你说到 你把那个有个top这个榜隐藏了 你是跟跟你是怎么想的 就为什么把这种top的隐藏掉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嗯 你知道这是 这是 我想应该从哪里开始来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讲起来 其实又又会变得蛮长的 嗯 这是 这boli他本身 他其实被设计为一个 就是完全不做分发的一个协议 就是说 就是他默认情况下 就是你发了一个内容之后 就只有你自己能够看到 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个ID 除非你把这个ID分享给别人 否则别人是没有人会看到 然后呢 所以他等于是完全不做任何分发工作 等于是把所有的分发工作 都全部交给上层的应用来去来去做 然后因为他假设应用会解决的会 会很好 会更好 然后所以他作为一个底层 他完全不做这件事情 就给了应用更大的一个自由的空间 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为什么早期的时候 会放这个top的这个榜 是因为 是因为没办法 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因为首先人们都不理解 人们都就是 就是不太 就不理解boli是什么 然后就是我至少得做一点点 我得我得做一点点分发的工作 使得早期的用物它能够用起来 然后所以 对 然后当时也没有 没有预期到当时会有这么多人 然后12月发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涌进来 然后就 就top那个 然后 然后top那个榜里面就是 当时当时当时的那些就是 那些内容其实就是都被查得很高 然后后来的话 后来后来后来 后来我为什么隐藏它 是因为后来我又做了 我又做了那个space space是我专门就是 其实它有一定的就是 呃 示范性 就是 就是我想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 你在boli上面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应用 就是它 它看似是一个 它看似是一个 纯粹的就是 就是很像是很 就是还有人以为我们是做了一个 就是做了一个什么 什么博客一样的东西 但但其实不是 我就是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那个space 就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boli本身它是一个很灵活的 很底层的东西 然后上层的应用 呃 可以决定怎么样去分发它的这个内容 然后有了 后来有了space之后呢 我就先把那个tap 那个东西暂时隐藏了 因为那个tap是一个全局的 就是最高的那个榜单 然后那个榜单 因为很长时间没变了 所以暂时的隐藏 后面可能会重新放出来 后面会 后面会 以一个就是trainning的形式 可能重新放出来吧 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 需要需要去看这个榜单 但是 但说实话 他他不是boli的工作 他只是只是我顺带做一下 就是帮助大家使用它 了解了解 我问我还有个问题啊路遥 那个就是前边你那个推出 他必须是就是公共物物品的时候 就是那个tput 你能翻一下吗 我想看一下那个地方 我好像有个问题 在哪一个部分 他必须是public 那个就是你推出来那个地方 对 这里啊对就是说他这个其实 嗯对于公共物物品来说的话 应该是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就是其实这个内容的话 你如果把它定为资产的话 其实这个公共物物品 嗯就我想说他其实 你把它那个加密解密 其实你如果把那个策略做到那个 就是加密的那个密纹里 然后还有那个密钥里 其实你做好密钥分发的话 他应该是可以达成那个 呃就是你想加密的一些东西的 就是他本身你如果呃用一定的 你不管是属性加密 还是说其他的那个同态也好 其实你如果把相应的内容 你加密到这个呃就是加密 然后存到这个呃AR上面 他其实也是可以做成你想要那个效果的 就是我感觉他不对 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呃 呃他必须就是在在在AR上面 东西他必须是这个公开的 就我感觉他也是可以呃被加密 然后就像你刚才就是之前 举的那个例子 你像那个PornHub之类的 就是我就把它加密 然后我都放到这个AR上面 然后我对于我用户来说的话 我就是做密钥分发 对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在在在练下嘛 然后你就通过AO 然后通就是呃通信一下 你不管是那个手动分发也好 还是说你你你是写了一个在你 服务器上的一个那个助手程序也好 你就负责密钥分发 然后其实这样是可以达成的 然后密钥也是在掌握在你那个创作者手里的 是吧 呃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办法 就是说等于是说 所以你的这个方案里面他他会依赖 他他是他他是这种解密的过程 他是中文化的 可能是说他就是解密的过程 就是解密的过程 嗯 不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 哥哥你你这个方案我我已经自己研究过了 呃这里边的痛点就是你和路遥的那个分歧点 是在于路遥想要的是完全去中心化 就完全去中心化是在于这个用户 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个付费发生 发生之后呢这个发生了之后呢这个这个是这个解密的事件呢 不应该是由用户或者有一个中心化服务器可以去决定的 应该是由那个上游的这个事件 直接给触发 而且他会一定执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能自动化的去中心化的运算和执行 这个很重要 呃这个方案呢 我也在和一些那个密码学生团队讨论 就是有有可能有些网络呢 他会独立的启动三个或者五个这种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有可能可以那个去中心化 staking加入和退出 呃那这个网络呢 他会负责我们这个根据一些指定的事件 去进行这个加密解密 对这样子会更加去中心一点 如果我们的那个密码分发是在单一服务器上 或者单一的用户手里边 呃如果呃比如说我收到一笔复复复复复之后 用户不不进解密 其实就会产生了中心化的风险 明白明白 就是你像就是你像他本身那个同态的话 他如果是就是运行自己的这种那个 加密解密服务器节点的话 呃他是一种方式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相当于 我自己就是你作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的话 他只做这种密码分发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嗯 就是你就是你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线下的 就是他其实加密解密 他不是在服务器上运行的就是呃 他相对来说你就是作为一个呃 你比方说你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 你就直接从那个压上把数据当下来 然后你用你自己的那个密钥 你可以解密了 只不过他这个密钥是需要那个你的创作者 进行对你进行分发的 我说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OTC的 还有那个淘宝啊 资务宝这个新的买方和卖方新的问题 就如果说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他需要一个中介 然后再做这个担保 因为很有可能呃呃就是那个卖方收到钱之后呢 他不把这个密钥进行转转转移 啊对这个这个其实是是一个那个就是比较热门的那个密码学上门的问题吗 叫叫Fair Exchange就是公就是呃公民交易嘛 他其实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挺多的就是呃 我感觉应该是没什么 就你如果就是做到这种完全的去去去中文化的话 呃应该是还有一些技术难点 明白明白我我我大概听懂你俩的意思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一些一些条件之下 他可以其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下 呃一定一定程度上去中文化的去实现一个他加密和解密的过程是吧 啊对的对的就特别是这个 其实刚才我看有人说那个就是密要分发是是那种Permission的 其实这个这个你不好说 就是你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创造者 就是我我负责对我我生产的内容我进行这个密要分发 他其实是一个点对点的 他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Permission的就是你你必须经过那个就是整个一个你比方说传统的这种金融机构的QIC你你才可以进来 而是这种点对点的我如果和就是我我作为一个创造者我如果是那个收到你的付款的话 那我就可以直接对你进行密要分发是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是一个C2C的一个操作 而不是说我们可能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这种Permission的就是你必须是需要准入的 他是通过个人准入而不是说某一个中英化的准入这个其实是是你也可以把它归类为一个就是一种去中英化的方式 明白明白理解 然后我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能我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就因为我做作博理 所以我我的观点可能更更激进就是我更极端一点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我觉得从从经济层面上来讲 就是买了再看就是paywall这种形式他从经济上他也是不划算的 然后就会有前面我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他为世界所中的价值他没有最大化的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呢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刚刚说这种方案上面 它其实是可以衍生出来一些 就是介于Body和传统的方式 中间的一些方案 就它有一点加密 然后但是它又保留了一种付费的门槛 然后我觉得这个里边也是有探索的空间的 我自己没有探索过 所以所以我也不确定就是这里面会有 大家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是有是有空间的 OKOK谢谢 刚才那个问题我正好又想到另外一点 其实这个内容的分发还有公共物品的分发 就是公共物品排他性的这些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会发现另外一个点 其实是那个服务性 就是确保公共物品或者说是本身可可能会变成公共物品的东西 比如说是一些影视 那些影视其实盗版的我们在那个用那个BT下载呀各种方式都可以获得 但是获得方式就很麻烦 所以像网飞这样的平台呢 它提供了一个4K的高清的 然后一个整合性质的这种这种东西 它变成那个服务之后 其实可能是可以解决这公共物品问题的 原来的这些可能是公共物品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对它进行一个更好的服务包装 来进行收费 对 OK 这是一个问题吗 还是还是一个什么 补充 这个就是补充一点吧 OK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个我问一个问题 那个波就普提现在他你的那个timeline是按那个交易的最新交易的这样来排序的吗 就是如果这个比方一本书我刚刚有人购买了就按最新的这个交易顺序来这样排序的吗 你说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前端的前端有一个手对前端有一个手页吗 就就就点assets点了一个assets assets啊是这样的 嗯是哇哇是谁谁谁谁他妈我我刚刚说完谁就上传一队盗版书 我操好吧 我操我操我笑死我了 呃是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网站啊 他严格来讲他不能算是一个就是说是给一个终端用户用的所谓的一个app 因为他更多的其实像他的工作就很像是一个协议的浏览器 他让你去看到这个协议里面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比如说activity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谁谁就是创建了什么内容 然后谁交易了什么内容谁买了什么内容 然后assets里面你可以浏览到就是最近的所有的内容 你可以不停的一直一直浏览浏览下去 然后哇什么东西好吧 对然后这些东西他对对对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就是我这里面他就就跟那个either scan一样 就他只是他只是对内容做了一个就是方便你浏览的一个呈现 但是他并不是设计为一个就是每天这样去使用他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 我倒是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是我之前没有看过 我刚才打开看我觉得其实有点启发 因为其实你说大部分观念我都比较认同 但我觉得我觉得就比较巧妙一点就是比较点assets里面 其实他实际上这个我在想用户为什么要买或者卖 其实或者说他这个买或者卖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内容的这个社区有什么帮助 就是我倒反倒是觉得这个买和卖他反倒成为了一种内容分发和内容推荐的一个机制 就就因为如果说一个东西就是越受欢迎的话他买的次数就越多 他就会被重复的无限次的被推荐然后又有更多人来参与 那这样的话他不就是说把优质的或者说我们不管他是这价值的东西你很难去定义啊 就是说但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从人的这种角度来讲 高价值的东西他一定是受欢迎的 就用户其实他在买的时候他肯定也会去siphon的 他不会说买一个盗版 对吧我买LV我去买个A号的这LV肯定不如买一个正品嘛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感觉还挺巧妙的 我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从你的那个设计的初衷是不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作为上层应用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在space里面space就是它的一个应用 然后space里面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帖子的回复其实都是body asset 然后比如space里面有一个我写了一个trending trending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排序其实就是和它的这个价格 还有时间相关的一个最后做出来的一个排序 然后也就是新的新鲜的和这价格高的内容它会被排在前面 然后所以实际看下来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然后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它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操纵的 就是因为价格也好或者交易次数也好或者是这些东西 它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被操纵 所以它它要怎么被用作一个 自己买过来又卖过去买过去是吧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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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能完全的作为一种手段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可以是可以做一些探索的 嗯好明白好谢谢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说到有一个图好像是上面是那个application 然后下面是asset 但是如果是用bunding curve的话 这种方式好像没法实现 因为bunding curve它本质上应该是中心化的 那个asset应该是没法给重复使用的 因为只有一条bunding curve对应一种asset就它绑定了 就它没法像其他的那种token那样转转移来转移去 没法做接待没法做更多应用 对就这个问题 我呃我没有非常理解 因为呃我没有非常理解你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呃 哦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说这是它不是纯粹的token 所以它没有办法利用现有的defi基础设施是吧 对甚至不同app之间它的一个呃 互相就互相利用的那个不同的asset 他们本质上就是它只是内容共享 它只是那个awebid是共享的 但是它那个asset并不共享 不会啊asset asset他们可以用同一个asset 这个不影响了 你bunding curve怎么怎么用呢 这个跟bunding curve没有没有关系啊 就是因为这个bunding curve 它是在asset的里面的 这刚刚可能我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合约没有就是非常细节的地方 我没有展开来讲 就是呃这每一个asset 首先每个asset是它实际上是一个 1rc1559的token 就是说它虽然会有一个id 它很像一个nft 但是它有一个id 但是它的发行量是可以是呃 它可以你可以是你可以不停 你可以不停增发的 它是有一个totalsfly的 所以它它其实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转账是可以使用现有的defi设施的 只是它没有必要 因为它本身这个asset的内部 它就内置了一个bunding curve 然后这个bunding curve 跟上面这些app它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app 都都都可以直接调用buy或者是sell 所以它这个app这个层面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需要 其他需要做的 然后他们都都是在操作同一个asset 比如说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about body这篇文章 或者是某一个视频 它它可以出现在很多个不同的app里面 然后每个app里面 它都可以对它进行交易 这个是不影响的 嗯也就是说这个asset这个股份 它是可以在不同地址兼transfer的 是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哦那那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绕过这个东西去交易 就是可以 就是因为你在那个上面 你交易你要付给 数字5%的一个手续费吗 那我那我这样可以做第三方交易 我绕过你了 是这样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首先回答你 就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完全可以 就是你们单独交易 然后不用付手续费 但问题是 但问题是这个上面的大部分的交易 其实是非常零散 就目前还是比较零散 就它没有 不像那种以太坊 或者是比特币这种单个的token 它可以有大量的交易 它因为这上面它都是常委资产 所以每一个资产 它可能只有少数几笔交易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 去做他们单独的交易 可能会 这个流动性会非常差 会非常不如 它直接跟这个asset的交易 那只要再做一个public goods 对比较布里所有的资产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 就是 就建一个新的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你你所有的资产 我这边都可以对应一个交易的一种渠道 可以这样吧 就是把手机费降成零 或者说降成一吧 它是这样的 它是两个技术架构不太一样 我理解就是这位兄弟说的应该是body的资产 其实它有 它是原子性的 它可以在其他地方流通 但是body在协议内 它其实是资产的发行 就当我们去bundercode买的时候 它在total supply 它这种量是会变化的 所以有一个地方呢 就它这个协议上呢 其实有点像是 是一级市场 然后呢 但是我们随时可以在二级市场呢 把它注入到其他的合约 然后去用其他的算法去实现它的这个涨幅 就有可能我在协议里边又实现了一个 其他曲线 然后这个曲线呢 那个再对应到我的这个amount嘛 就只在里边进行那个价格的那个涨好跌 我我感觉的话有点像一个是一级发行 然后一个是协议本身的这种这种规范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资产的拿到那个其他的合约里边 我们也是可以组合的 是两两两两个不同的架构 理论上是这样的 ok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那个合约吧 可能之前没有研究透 不好意思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没关系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就是 路遥你当时设计这个时候 为什么没有考虑先做一个原子资产 然后在外边套合约 而是直接那个把公式实现到了你的资产里边 就是你这个更像是一个智能 smart token 或者说是它是一个智能的这种资产 对的 然后而不是实现了一个原子资产 再在合约里边去运算 其实两个方式都可以实现你同样的同样的结果 对 你说的元 你说的把它就是做一个原子资产 然后再结合外外围的合约去对他进行发行 对 最简单的这种要怎么实现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nft的打伞 就是nft可以比如dodo他就做了nft的 那个nft放到那个a某池子里边 对就其实其实本质上啊 就是从从那个业务端 如果说是他不理这个技术来看 两个东西对出来说感知其实是一样的 对就包括呈现的浏览器啊这些 对 我我觉得会这种方案比较复杂 嗯可能会复杂一些 我想想啊 合约打伞 对对 是会会稍微复杂 可能那个对于 呃特别是对于这个交易的这个运算 gas费可能会更更高 对你这方案的话就直接 我就是核心的运算吧就在这边 对 嗯 然后上面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会不会有个问题 就刚才那个兄弟我说 比方你现在你这些资产 实际上都在阿卫公开的 那我如果说假如说很多人在你这上面去 发布 比如说我们说有社会价值 或者是什么反正有价值的这种东西吧 比如说社群的图片啊什么之类的 那那我完全可以直接把你上面的东西来 我自己搞一个app 但我不带你的交易啊 可以啊没问题啊 那这样的话 OK 这个是PPT前半部分解释的 就是那些很很虚的 要咱们要向虚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是共识层面的东西 那个可能从技术层面 我觉得如果单从技术层面上是无法理解这东西的 包括我以前做技术 但是人们的协作嘛 其实相互之间都是一个想象力一个规则 的遵循 就仅仅仅仅仅仅而已 不 不 我的意思 我其实认同 这个Body的这一套东西 就是说 他通过 实际上通过这个模糊的这个形式 把这个内容提升起来 那我理论上来说 我可以完全 比如说我把你所有的资产拿到我这边来 我每一个资产 我对应我的一个合约 我也让大家来这儿 来这儿买卖 然后我这个钱我也不分分给作者 我也不分给你Body 是不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这样的 我听下来 我大概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说 比如说这个人 我懂你的意思 对 我就是这个 做那种以前那种 做什么小网站的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来 来来来搞钱 就价格价值补货吧 平台咱们价值补货是吧 对 我们确定我把钱的 那是调评性质的 什么意思 应该还是在二级市场 这个是一级市场 我觉得就像刚刚 它的原子资产 实际上是就是RF生了一条交易 我这些都是 那个不是核心价值所在 关键是1155核心 才是1155才是核心价值所在 我说的是欺骗 欺骗了 就是说我 因为你现在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 你把这个资产 放到你这个上面 你下面都有一个 买和卖的按钮 对吧 好 那我现在 我比如说 我就说伪装成 我是body上面的上层应用 但是我只把你body上的 这个内容本身 但是买和卖的接口 我挂到我的另外一个核心上面 然后可能普通用户会认为说 这就是body的 他这个交易 他最终是会到坐着那的 会怎么着的 可以 你这种可以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这个就是BTC 我挂在BI也可以 挂在OK也可以 对 其实是一样的 你的流量是在body的那个主战 然后你的流量是在open say 不是在那个二级三级的 那些小的那个交易所 就是就就这个东西 其实除此之外 你如果能够把共识做起来 你就你那 那也可以的 但是关键是共识 我觉得 对 你可以做一个小交易所 超过不一样 完全是可以 但open say完全不一样 因为因为你的这个里面 说白了 你的这个资产和你的这个协议 是分离的 你的资产和你说open say那个东西 我比如说我的这个一个nft 的这个nft 他他实际上是被质押到那个 呃open say的那个合约里面吗 我我我这个时候 我要进行这个合约的这个 从a用户到b用户的话 哦我我 其实这个刚刚前面一样 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吗 就是你是还是把它向实 OK我明白明白 嗯OKOK 我我可能想错了 咱这个项目目前就是生态 就进队是什么什么情况 你生态位是什么情况 呃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有人有人 有人就搞咱们这块类似的 就是想法去实现吗 那是什么 哦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 没有 就是这个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boli 发布之后呢 就很多人很多人就是会把boli 归类为一个什么所谓的社交赛道 或者是什么Social 或者是Social Social Web3 Social什么东西 但其实这个对我来说 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讲过 它是Social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Social是什么意思 Social其实指的是一种分发 就是很多做Web3 做很多Crypto里面做的一些社交协议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在合约层面 在底层就定义了一个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社交关系 但社交关系 它其实只是很多很多种分发关系中的一种 然后那对我们来说 他们是 它更像是boli上层的一种东西 然后boli其实比它在他们下面的一层 在boli的设计当中 其实分发是上层应用的工作 就它在底层只负责一件事情 就是基地本身 然后 对 这是为什么 我几乎很少讲boli是一个社交协议 所以它不是一个社交协议 对 然后所以你刚刚说 他有没有就是跟他做一样事情的人 就是很少 除了除了12月份出来之后 有几个fork boli的 那个算是 但是好像后来又消失了 然后其他的好像没有看到 说做类似的 他这个发币了没有 就是这个b现在是 没有没有没有 咱们现在是怎么玩的 这块 再进一边怎么行 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这样的问题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这个项目 感觉讲的太好 就是我现在就立马 立马感谢感谢感谢 参与使用了 感谢感谢没关系 呃现在没有现在没有token 现在现在没有没有比 然后我觉得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时常来用一下 然后多关注一下 对 然后然后对对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第一篇那个 about boli吗 那个可以稍微买小买一点点 那这个不是什么投资建议啊 只是说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买的 ok 刚刚那个问题 刚刚的哥们 我我现在再问一下你 就是你你是为什么来听这个 就是你既然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这个公开课 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自面会过来去 呃那Madex就是相对比较认可他 呃 然后等下我这个耳机没电了 稍等我一下 你没了 可以可以可以听到吗 啊可以 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我刚刚耳机没电了 对 没我是跟着顺着Madex这个电线过来的 嗯哦明白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个 就刚才这个兄弟的问题激发了我 我其实一直在听 今天晚上没想说 就是想问大家为什么一到了这个 gripto的项目的时候 大家最后总是会问发币的问题 然后我刚才想到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 就是目前分享的这个博底项目 嗯我们比喻她是一个美女 然后呢大家在看一个人介绍 说这个人这是美女 大家看很漂亮 然后呢对于美女的欣赏呢 人人有爱美之心是吧 但是介绍完了之后呢 立马就有人问这美女一万一晚上多少钱 就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BG圈的项目 不是就会练的项目 网上会被问到发币吗 就是这个问题 我我能回答一下 这个这个等下我们 我觉得讨论有点太发散了 就是我们集中在 呃玻璃相关的问题吧 要不能这样讨论 呃也会占用太账大家时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是绕不开这个话题 戴不经济学是 强调量的核心 赞同赞同 就是太发散了 还是回到玻璃本身吧 对 行啊那那那那 也也不完全算是回答刚刚那哥们的问题 我就顺带再讲随便随便再讲个别的 就当时最后收个尾吧 然后嗯 讲个东西是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 也跟也跟这个所谓这个发币问题是相关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呃之前其实今天还有好几个问题 问我关于什么生态的发展还是什么东西 还有包括呃还有昨天昨天那个谁 还问了我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项目没有在阿威 我上做 就你知道吗就是还有还有包括刚刚那哥们问的 就是就是这个为什么什么项目最后到讨论到发币 这种东西 我就是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最后都是相关的 就我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呃之前 我们在一一呃一七一八年的时候 那那会有很多的那个以太坊上有很多的ICU项目 然后这项目很多都是空气币山寨币或者什么 东西 然后在当时的在当时的人看来包括后来很多 人看来就是他们都觉得这段时期可能算是就是 区区块链走偏了或者是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一个 一个时期就是你居然有这么多的骗局这么多的空气币啊 啊对吧然后很多人现在都现在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呃但实际上从我的视角来看却完全不是这样 你你你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 正是因为有了一七八年那一段时间的这个ICO的狂潮 骗局的狂潮空气币的狂潮山寨币的狂潮 才催生出了首先他带来了很多用户 然后这些用户呢又呃带来了巨大的就是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 这是这是为什么以太坊上的基础设施他发在那段时间 那几年发展的这么快 然后他也催生出了因为有很多的资产 所以他催生出了大量的defi设施 这些都跟那个实际是有是有关的 然后嗯对所以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任何一个生态的发展 就他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我现在的观点就是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道理 就是他你不能用一个现在的视角来看他觉得他是一个坏事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脑袋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脑袋都很小都很笨 我觉得我觉得观察这个生态的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去理解去去去感受这个这个事情他到底是什么 然后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然后所以你看就是也正是因为那些骗局那些空机兵那些山寨兵 就使得整个以太坊其实他的基础设施他的defi其实都发展的很快 然后为什么我为什么我现在这个项目他是部署在那个op上 没有没有部署在就是rwave上 其实我我在21年我就知道smartwave了 然后但是为什么我不部署在op上是因为是因为资产都在op上 是因为因为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在op上都是有资产 但是但是你让他们在rwave上去进行一个就是就是金融化的交易 他们他们可能连资产都没有 然后他们可能连一些他们可能对应的钱包也没有 对吧那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当然并不是说rwave不好我一直都很喜欢rwave 然后所以rwave会走出一条他他自己的道路 那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生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 这就是我要说的 可以可以可以算是今天的一个总结发言 嗯 呃 这不会 时间差不多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 谢谢大家 嗯 谢谢 谢谢 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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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